托马斯小火车来了 经典托马斯 建造列车组准备 开始建造 我们先搭建一个封闭的环形基础轨道 小朋友 当我们遇到一件复杂的事情时 我们可以抽丝剥茧先从最基础的事情开始 太妙了 经典托马斯 我们现在尝试增加一点难度 让托马斯的轨道变得更有意思一些 不错 托马斯轻松跳过去了 我们把跨度增大一点看看会发生什么 很不错哦 托马斯在空中翻转360度后依旧稳稳稳地落地 我们再把跨度增大一些 真正地考验到了 托马斯掉下去了 实在是有点太宽了 我们尝试给铁轨增加一个设备 让托马斯加速 可怜的托马斯又掉下去了 我们尝试改造一下坡道 让坡道离加速设备近一点 这样托马斯上坡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或许这次就能飞越过去了 果然如我们预想了一样 速度够了一切皆有可能 小朋友要大胆尝试 要轻易放弃哦 我们再给托马斯增加一个M型空中轨道 来增加趣味性 有点意思哦 我们再增加两个小山洞 让轨道丰富起来 再增加一个全自动洗车房 让托马斯一边跑 一边洗澡澡 哇 洗干净了 闪闪发亮 我们再尝试增加一个 有挑战性的360度空中旋转锁道 让轨道更有趣味性 我们进一步依托这个360度空中锁道 把这条路彻底打通 让托马斯在这里玩得更开心 小朋友 让我们跟随托马斯的视角 去感受一下 我们自己创造的轨道乐园吧 系好安全带 让我们开始这场激动人心的快乐之旅吧 清理轨道 火车来了 小朋友 这个夏天就跟托马斯小火车一起玩吧 火车来了 火车来了